女人扭动腰肢 惹得男人魂不守舍 随即大步向前 开始互相切磋 屋内气氛瞬间变胶着 三分钟后 女人珍妮弗从卧室里走出 先喝了杯水润润喉 然后奖励给自己一个苹果 可还没等吃第二口 就被屋外的大汉吓蒙了 只见两人的眼神宛如恶狼一般 珍妮弗健壮 赶忙喊出男友杰克 没成想从浴室出来的杰克 竟直接给两人开门 珍妮弗这才得知 两人是杰克约来玩耍的朋友 一个叫胖仔 一个叫怂哥 互相认识后 珍妮弗见两人一直盯着自己 心中多少有些发毛 为了缓解尴尬 借洗澡回到卧室 直到晚上才出来继续玩乐 旧桌上 杰克跟两位朋友 展示自己心得的宝贝 虽外表难看 却功能强大 只需一根就能麻痹人的神经 受伤也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但这也会让人的大脑失去控制 不知不觉死于非命 保险起见 杰克将其交给了珍妮弗 让他藏起来 殊不知 顽皮的珍妮弗 最后选择了随身携带 随着酒越喝越上头 珍妮弗跳起热舞 令在座的男士口水直流 杰克见状 急忙上前将其抱走 回到房间单独占有 时间转眼来到第二天早上 床上此时只剩珍妮弗一人 杰克突然不知所踪 来到客厅才知道 杰克一早就出去 给怂哥和胖仔搬护照了 到下午才会回来 由于没跟杰克以外的 吃抹干净 珍妮弗急忙跑回房间躲避 可没想到 怂哥竟躲在门口偷看自己 紧接着走到珍妮弗身旁 逼得珍妮弗无处闪躲 此刻 怂哥无比兴奋 却不料下一秒 就被推门而入的胖仔打断 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尴尬 听到这话 胖仔失去地关上房门 跑到屋外泳池享受时光 几小时后 外王护照的杰克终于返回家中 见珍妮弗躺在床上哭泣 杰克瞬间意识到 朋友怂哥趁自己不再没干好事 对此 杰克跑去客厅理论 留在卧室的珍妮弗 慢慢昏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就看到杰克拿来大额支票 作为朋友玩乐后的补偿 但珍妮弗现在只想回家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协商 气得杰克上去就是一耳光 见杰克这么对自己 珍妮弗意识到 杰克就是个人渣 此地已不宜久留 于是趁杰克不备 急忙逃了出去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三人围堵在山崖 女人被男友推下悬崖 遭受树干被刺的她 瞬间成了挂简 正常情况下 绝对必死无疑 牙伤的男友杰克健壮 先是嘱咐朋友对此事保密 随后赶回家中 销毁了珍妮弗的所有遗物 殊不知 珍妮弗并没死头 在蚂蚁的啃食下 此时已奇迹般苏醒 刚醒来的珍妮弗 见自己被挂在树上 大脑多少有些混乱 但始终未忘自己 刚被三个人渣欺负 必须脱困报仇 经过一番巡视 珍妮弗发现了 掉落在一旁的打火机 于是忍着剧痛勾到耳其线 将打火机拖拽到身边 用来点燃身下的干草 随着火势越烧越大 插在珍妮弗身上的枯木 很快断裂 珍妮弗终于逃脱了紧箍 可还没休息多久 就听到远处传来发动机声 是杰克一行人来此收尸了 想活命的珍妮弗健壮 急忙在三人望向崖底前 躲到事业盲区 赶来的三人 见崖下尸体消失 内心慌乱不已 急忙跑到崖底查看情况 但当他们赶到时 珍妮弗早已离开这里 三人只能顺着血迹追击 可在行进到湖边时 血迹就消失了 三人只能分头行动 而对此不知情的珍妮弗 正在奋力逃离 见身后传来车声 赶忙趴进湖里 直到胖仔驾车拐弯 才爬上岸喘气 并由此发现 胖仔并未走远 正在一旁叙叙 对珍妮弗来说 这无疑是个 夺枪反击的好机会 但下一秒 珍妮弗就后悔了 因为枪里根本没有子弹 珍妮弗最终反被钳制 随后胖仔兴奋地 告知另外两人 珍妮弗已被抓住 由于胖仔心里有些变态 在带珍妮弗回去前 胖仔故意将其带到湖中 反复折磨珍妮弗 丝毫没感觉到 珍妮弗趁机抄走了他的刀 下一秒就扎向他的双眼 挤刀下去后 胖仔直接归西 珍妮弗则带着胖仔的装备 骑车远离这个危险地 可不幸的是 车很快就没用了 安全起见 珍妮弗只能先找个地方躲避 只见找到一处山洞的珍妮弗 先喝了罐啤酒杰克 随后开始处理腹部伤口 但没开始就结束了 因为剧痛令他无从下手 绝望之际 珍妮弗想起了杰克 曾让自己藏起来的物件 那个东西刚好能止痛 对此 珍妮弗赶忙将其从吊枝中取出 全部放嘴里吃掉 只见一分钟不到 伤口就不疼了 借此机会 珍妮弗准备给自己开刀 女人拿起尖刀 割开手上的啤酒瓶备用 紧接着撕开身上的衣物 在烧热刀尖拉开伤口 将扎在身体里的枯木取出 由于没了枯木支撑 女人的伤口顿时血流不止 可女人却丝毫不慌 转身拿起一旁割好的瓶子 放在火上烤热 直接烙在了伤口上 虽说服用药物的女人 已经感受不到疼痛 但在神经的作用下 女人还是晕了过去 直接睡到第二天上午 与此同时 一直守在湖边的杰克和怂哥 见胖仔迟迟违 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打算去附近寻找 可还没等出发 在河边洗脸的怂哥 就被吓得差点怂哥 只见尸体已经高度泡发 但不难认出就是胖仔 对此 两人的神经瞬间绷进 随即分头行动 要将女人珍妮芙拿下 殊不知 死时的珍妮芙已经开挂 正在四处寻找这两位好色人渣 发誓要为自己报仇 在望远镜的帮助下 珍妮芙很快发现了耸哥 见耸哥准备上山 赶忙跑去耸哥要经过的路段埋伏 趁耸哥给车加油时 给其致命一击 可是由于是第一次用枪 珍妮芙最终止等中了耸哥的肩膀 自己眼印枪的后座力倒在了地上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珍妮芙开始乘胜追击 顺着地上的血迹追赶耸哥 但没成想反被耸哥埋伏 幸亏耸哥肩膀有伤 珍妮芙才逃过一劫 见珍妮芙没死 耸哥陷入癫狂 珍妮芙健壮 边跑边敲碎镜片锅里 一只脚没鞋的耸哥当场中招 好不容易拔出后 耸哥本想开车逃跑 却不料珍妮芙就守在离开的路中央 随着几声枪响 存出的脑袋直接被打开花 珍妮芙如愿杀掉第二个欺负自己的人 现在只剩将自己推向深渊的男友杰克 此时的杰克将对讲金纳端的怂哥没了动静 顿时意识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 为了更好迎战珍妮芙 杰克选择先回家洗个澡 可还没等洗完 珍妮芙就已经来到 不想死的杰克只能上前硬钢 但还没等开枪就率先倒地 珍妮芙为自己报仇完毕 女人的实力实在不容小觑